治疗和治愈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哈喽你好,欢迎来到我的健康杨萱创新创业平台,我是书邦 治疗和治愈有着很大的区别 治疗通常是只使用药物来暂时缓解症状并控制病情的恶化 而治愈是靠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从疾病中康复 大部分的疾病都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例如感冒药,它只能够舒缓咳嗽、伤风、头痛等等的感冒症状 但药物无法毁灭引起感冒的病毒 而抗生素只能够毁灭对它敏感的细菌 剩下的细菌就必须靠我们自身的免疫力来毁灭 如果单纯依赖药物做治疗的话,必须付上很大的代价 因为药物的副作用可能比疾病来得更加严重 举一个例子,当我们使用抗生素来治疗细菌感染的时候 剂量必须控制精准 高剂量的抗生素可导致病人死于肝和肾衰竭 而患有自体免疫性疾病的患者所使用的类固醇会抑制免疫系统 虽然能够控制红肿、发炎等等的症状 但却提高了感染和癌症的风险 所以一个人想要从疾病中康复,不可以单纯的依赖药物 还需要拥有一副强大的免疫系统 那我们要如何让免疫系统强大呢? 根据营养免疫学专家的研究证明 免疫系统需要子敏氧素、抗氧化剂和多糖体 而新人长拥有一万多种子敏氧素 能够活化细胞、促进细胞再生 还能够抑制炎症产生并加速伤口的愈合 同时还能够综合有毒的荷蒙对身体的伤害 再加上西洋参、富含人参照肝 能够帮助血液带氧、提升血液的含氧量 就能够提升洗脑、消除疲劳 免疫系统还需要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 包括玫瑰、鲜长果实和多种类的浆果 它能够抑制自由基、延缓老化、预防DNA突变而引起的 慢性疾病 还能够促进细胞修复功能 促进身体自身产生胶原蛋白 最后当然少不了菇类多糖体 能够提升免疫物质、白细胞结束与干扰素的分泌 让免疫细胞对病毒以及癌细胞产生敏感度 提升自然杀手细胞的活动率高达38到49倍 冬蟲下草均尸体具有双向调节的功能 能够安抚过度活跃的免疫系统 也能够激活缠络的免疫系统 并同时强化心、肺、肝、肾的功能 只要我们实践健康长寿之道 也就是摄取正确、纯净均衡的营养 再配合健康作息 也就是充足的睡眠、速度的运动 保持愉快的心情 我们就可以增强免疫力 从而预防和治愈疾病 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知识 欢迎订问我 也欢迎您点赞与分享善知识 让更多的人受惠 敬请留守我的健康养生 创新创业平台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